哈喽大家好 今天非常的开心见到段老师了 因为我在经常是段老师重视的粉丝 他的关于房产介绍的 还有他生活分享的视频 我基本可以说是每期都看 而且我也特别喜欢那些老物件 还有这种关于房产投资的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因为从疫情之后 美国特别是加州这边的房地产 就是升值的特别快 所以说我就特别感兴趣 而且呢自己有时候在家里面 有时候家里面有一些门呀 什么羞羞鼓鼓呀 也特别喜欢看这方面的视频 突然有一次自动推荐 就推您的视频了 然后我从此之后 我就讲的特别好 也有宏观的 也有您自己这么多年 二十多年从业经验的一些心得 我觉得讲的都很干不过 谢谢小婷 谢谢 我都没想到我们俩住那么近 我住在森格尔比尔这边 他住在蒙特利公园市啊 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我在美国 14年以后 我就从科罗拉多就搬到了这个城市了 这个城市蒙特利公园市的 以前叫小台北 都是很多台湾的移民 那么现在叫小北京呢 这边很多都是大陆的移民 在这边住着新的移民 那么以前我们老的移民 他们都搬到稍微东西一点了 哈森大汉啊 波纳丹蒙巴啊 是这样子 所以这边现在从小台北变成了小北京了 刚我也去看了蒙市的市政厅前门了 反正就是在这边呢 我们华人社会在这边也是非常非常舒服 自由的天空 自由的空气 自由的草地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小林呢 我们是在4月10号啊 我收到他的一个微信 他说诶段大哥 我给你画了一幅肖像 画了一幅画 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拿一下 我给大家看 非常非常神势 你看 没有这么帅啊 因为段大哥从来没有穿那个Polo衫 因为我是特别 我觉得他应该最适合穿那个Polo衫 我原来您的视频都是穿 都是那个圆领的 圆领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Polo衫应该特别更适合他的气质 所以说我又擅自往后改了一下 改成Polo衫的一个 对 但是我看到以后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的眉毛啊 眉心跟我的鼻梁这个地方 还是很有精气神的 还有一点小伏须 我刚刚讲的小伏须呢 因为我们是约着这个礼拜天下午嘛 就是一点钟 刚刚订胖子广场呢 有好几个理伐中心 所以我刚刚到那边 那个大姐帮我理了一个很好的头发 对 所以谢谢小林给我这么一幅画 那么我呢 这次刚从中国回来 我自己呢带了一个中国的茶叶 金君梅 对 把这个送给小林 反正我们你上网来吧 太感谢了 谢谢段大哥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家乡的 湖南湘西的那个绿城 对 你用这个带来 谢谢感谢感谢 我前一阵看这个段老师不是回中国嘛 王后回家探亲 是 我从他的视频上 不仅就是我觉得对这个房产的知识 还有他的生活的 能能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一个人 谢谢 对老物件呀 对这种生活的感悟呀 就是我作为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看了之后 确实有一些启发 就是说怎么去面对生活的困难呀 怎么去特别是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呀 怎么去投资理财 怎么去走这个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说我特别喜欢他的节目 谢谢 而且呢他回中国探亲 你看又是给母亲又洗脚呀剪纸呀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那种孝道 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这种价值观 我觉得看了之后对我也是非常有教育 谢谢谢谢 确实这次我回去呢 也是母亲身体非常不好 那么我回去了陪老人家过了一个非常 就是喜庆的一个中国新年 让我现在回到美国以后呢 就是母亲到时候身体有什么异样啊 有什么变化的话呢 我也没有遗憾 确实就是到了美国 我现在是26年了 哇 真的是回中国过春节 这是第二次 我每年都会回去 特别是在清明节的时候 我回去祭奠一下我的祖先 也看看我在中国的家人 但是过春节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少 所以这次因为母亲病得非常严重 那么我就回去了 这反正是怎么讲呢 我一回去以后呢 母亲主要是想念我 因为我家里我是最小的 所以就是病情也好了很多 心情也好了很多 当然就是说我今天跟小林见面呢 我也想问一下小林 我们俩一起来分享一个在美国的感受 就是你到美国多久了 我到美国不久 也就不到一年时间 不到一年时间 对 我们小林也有一个自媒体的频道 但是她这段时间有点忙 没有更新 对 下次我也把她的频道也po给大家 我们俩一起来分享一下 到美国来的 我自己来说是一个感恩的时期的开始 所以就是说我们来谈一下 在我们不管你是刚来了一年 或者是我来了二十六年 我们针对于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感恩的地方 你看是你先讲 还是我先讲 多少人你先讲 我先讲 对 因为我是96年的10月31号 到了美国 那个时候呢 我是在克拉多州丹佛 晚上差不多9点钟的时候 下的飞机 下飞机以后呢 是一对德国裔的 在学校里面工作的工作人员呢 他们是实习的助教来接的我 那么接了我以后呢 登尾丹佛已经开始下雪了 所以就是说 正对于我自己从中国 十月份 那个时候在我们湖南来说 还是属于秋高气爽 一到美国也一下飞机 真是满天的大雪啊 那我就是心里的稍微有点沉重 所以 这对于德国夫妻呢 男的叫江 女的叫Doris 嗯 那么就是 他们看到了我的这种焦虑 当然我那天呢 是跟他们住在一个学校寿舍的studio里面 那么他们在一个小冰箱里面 给我买了香蕉啊 牛奶啊 面包啊 盼我有时差的时候呢 就是饿 那么就准备了这些吃的给我 所以就是说 在第二天他就带我去学校啊 看学校的操场 图书馆 健身房 各种各样的设施 也是让我耳末疑心 当时呢 讲实话96年 我出来的时候 嗯 我们家乡 包括火车站啊 汽车站啊 街道啊 嗯 还是有很多 嗯 脏乱差的地方 我到了这边大雪的时候 我就看到草地这么绿油油的 嗯 然后 虽然是下雪 但是很多人在跑步 还有健身房在跑步 图书馆很多的朋友 在用电脑 讲实话 那个时候96年我用电脑 确实还不是很多 让我心情非常好 然后我到学校校园呢 有学校的那个公公厕所 我一走进去看 哇 这个厕所好干净了 还有洗手液 有纸 哇 我说这个地方也值得我待下来 所以在后面的情况下面呢 我就是跟学校啊 包括这一对德国一的留学生夫妇 我说 嗯 因为我过来呢 我还是想我自己勤工潜学 因为我自己只带了钱 不是很多 怎么样交学费 怎么样养活自己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说我跟他们说 我想找一份工作 就像我的前辈一样勤工潜学 那么他们就带着我到底去看 到德国人的一些餐馆呢 越南人的餐馆呢 韩国人餐馆 也有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快餐店 但是呢 因为我是刚来 这边又是留学生的话 就没有身份了 都不敢 那个 那么时间很快就到十一月马上 就是到了那个赶前 我就觉得我 找不到工作 我就应该回国了 哈哈 我说 比如我在十二月一号 找不到工作的话呢 我就干脆就回中国去 因为这边我是没有办法供养我自己来读书 跟我的生活会 那么在十一月二十四号也是感恩节的时候呢 这对德国一夫妻呢 再带我去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家庭里面 这家庭里面当时来了好几对夫妻 他们听说我从中国来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 跟我一起聊天呢 当然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都在学习初中了 那么这对就是这样呢 就是这个德国一的那个 就是说 哎呀 曾经呢 因为他就是带的钱不多 家庭的经济情况不好 有可能他会过完感恩节 就会回中国去了 当时有一对夫妻就说 为什么呢 在美国这么好 又可以上学 为什么回中国去了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的经济上面呢 还是没有办法来支撑我的生活 跟我的学费 那么这对夫妻他 哎呀你需要工作吗 他说我有个饭店 刚好呢 现在是 灯尾是冬天的时候 我跟我的太太呢 要去夏威夷度假 我们要去三到六个月 那么这边就放给我儿子来打理 那么我的儿子呢 有可能忙不过来 我可以请你过去吗 我说可以啊 完全可以 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需要这个来支撑我在美国 后续做我的education的一个支撑 所以后面的日子里面 包括这个姜啊 多瑞是德国一的夫妻 包括这白人的这对夫妻 参观老板的小孩呢 也是非常非常对我很好 然后也当开着去的时候呢 把很多的小费都给了我 因为我不会做什么 我只能够收盘子洗碗啊 擦地板啊洗厕所 但是他们能够给我差不多三分之一 大家公共的小费 让我这样 同时呢 他的小孩在节假日啊 或者是晚上啊 在餐馆关门以后 就带我到去去看一看 学习一下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语语 也介绍我和他认识很多他的朋友 也让我见识了整个科罗拉多 丹佛这么漂亮的地方 也带我去了奥林匹克中心 带我去了美国军校 那个空军军校基地 所以让我在一边学习 一边赚钱 一边生活的中间 我自己成长起来了 那么四年以后呢 我自己又到了洛杉矶 也就到了Montry Park这边 等下我回去的时候 也带大家经过一下 我住的第一个房子 是这样子 非常非常感恩 那么我的学业完成了以后 我自己也知道 我也这个 我自己也一定要有这个感恩的心 所以在洛杉矶在这边呢 我跟我的太太 不管就是有人需要帮助 我看到或者就是听到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呢 我也是自己想尽自己的办法呢 能出自己联络的一份力 也是一个感恩的指令 所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想 请小林呢 也分享一下 她来了一年 针对自己在美国这片 这片天空 你有什么感悟 有什么要感恩的 首先刚才听了段老师的这个成长的故事之后 我第一个就想到了 因为之前 在来美国之前呢 我看过一本自传的书 这个作家叫周莉 他在90年代 他写了一本书 叫麦哈顿的女人 麦哈顿的女人 麦哈顿的女人 就写的她 他从青春少年到这个插队啊 到东北去插队 往后到这个在这个公社里面做医生 又到这个参加高考之后 他又去大学深造 之后又回到上海 因为他是上海的知情 最后呢 他又申请来美国这边来继续在深造学习 也是中间跟段老师的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故事啊 就是很多相似之处 谢谢 因为有一段他又写的 他在申请那个美国念大学之前 也是他没有担保人 因为经济能力 我们当时这个国内的经济啊 各方面 有无法承担他留学的费用 他当时也是偶然一次机会 就是遇到了一对美国的夫妇 他们来上海旅行 然后就是他无意间认识之后 这个美国的这个夫妇呢 就作为他的担保人 所以说他才能来美国继续他的这个 这个留学 这个继续深造 之后呢 他就很多年之后 他也是非常有这种感恩之心 他在他的这个 我觉得自传文学里面 他又写到 在就是之后呢 像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这种知名的画家 又来到纽约了之后 他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是是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通过以前我看的就是一些的 关于这个美国生活的一些专辑文学呀 还有一些报告文学 呃 我觉得就是 呃 我们在这边 就是只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 就是 我自己也是 啊 来了虽然时间不长 也是遇到了很多这种好心人 啊 也都是 对我有很多的帮助 呃 我觉得的话就是刚才特别听了段老师的故事之后 哎 我也是突然就 就又又又又又又又想到 我当时一下飞机的时候 又就有呃 很多我们碰见有华裔的这个华裔的人朋友啊 也都陌生人啊 就问我在那等车吗 啊 当时啊 我之前往后啊 要那个Uber车来接我吗 OK 我在那等着 因为有很多行李啊什么的啊 有很多人就能问你需要帮助吗 太好了 我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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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我我在这等车呢 嗯 所以说就突然就能感觉到有很多的这种善意的地方 是 特别是在这种在啊 萌吹帕克 我觉得是 就等 我觉得就是在跟国内的感觉差不多 因为有很多都是我们华人的这个商铺呀 就是基本你的日常的生活呀 啊 还有我们华人的超市也都非常方便 是的 嗯 对 地方的广场完全这二十年演绎了我们华人从就是小小的一个团体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团体啊 让美国现在的很多的政治团体不可复述的啊一个团体 所以这个地方的变迁也让我们了解了更多 确实有超市啊 你看超市 餐厅 剪头发的地方 剪头发的地方 面包店 这些最重要还有那个职业介绍所 我想到过美国旅游或者是到美国创业的很多的朋友啊 到在对于丁胖子这三个字确实是不陌生 等一下我也是给大家拍一下 让小林刚刚讲的呢 我拍在我们的视频的插播上面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在这边我们确实还对有个感人的心 当然也在这边也想念自己的父母亲啊 嗯 所以就说像你呢 刚来一年有没有想念家人呢 那肯定是 特别是过节的时候 过节的时候 不是刚刚五一嘛 我那个五一的时候 跟父母啊 还有要通话问候一下 是 跟国内的亲戚朋友啊 那个 我们都视频嘛 因为现在网络非常的方便 嗯 就不像您当年那个年代 要写信呀 打电报呀 打电话呀 是的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哎我突然感觉 我们生活到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还有更多的感恩的这种 感谢有这么好的 这么方便的现在的一个 一个就是生活的环境 是的 所以就是说我到美国以后啊 我知道母亲非常舍不得我 我就是到这边 我们96年97年98年 那个时候打电话回去 是好贵的 就是一美金一分钟 那么现在就方便多了 有微信随时可以视频 嗯 我坚持每年都给母亲写信 特别是春节前呢 我都会写一封信呢 用快递寄过去 所以我妈妈每年呢 也都是等待的这封信 我一直在2015年 虽然是有了微信那个时候QQ啊 我2015年的春节 我还是给她写了封信过去 嗯 这里面就是放了我跟我的太太 两个小孩的相片啊 还有洛杉矶的一片快干了的这个枫叶 对 所以寄过去给我妈妈 所以这次我回到家乡以后呢 我妈妈都还是把我出国十几年的信呢 她都留着 也是非常让我感恩 让我感动 同时我哥哥姐姐啊 他们看到了我妈妈 把我在国外游寄回去的信呢 他们也都是非常感动 就是流泪啊 确实是 嗯 父母在 不远游 但是 我们两个啊 还有很多朋友 移民在海外 或者创业在海外的 我们都是围绕自己的生活 围绕自己的目标 不得不 就是离开父母亲 到海外去打拼 所以有时候呢 我也是跟我儿子讲 分享中国的文化 我说 好男儿 自在四方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何处青山 不埋中骨啊 所以我说 在这边奋斗我自己的一生 看看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后 没有任何的遗憾 当然咯 我在中国 要有感恩之心 在美国 也有感恩之心 这样 不管 现在有很多新的移民到美国来 我们用 以前 我们的前辈 在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 他们在帮助我们的这种心情 然后我们 用我们现在作为个老移民 来帮助新的移民 这样呢 形成一个很好的寻法 形成一个团结的一个家乡情 你觉得怎么样 是 段老师刚才讲的 我又突然 我在这就是 我心里边有一个感触 就是 等我以后 在这边生活久了之后 我要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新移民 我们大陆来的一些新的同胞 我肯定会进自己的微博之里 就是他们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们能帮他一下 我觉得 对对对 在别人就是出来乍到 万事开头难的时候 我觉得是 真的 那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善意 没错 也是给自己给福吧 这份福报一定 会返现在我们跟我们的小孩的身上 对 所以今天的时间也比较多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到美国来 或者是到海外 或者移民到别的国家 都有一颗梦 就像我们那个时候 八几年就是江文拍的那个片子 叫什么 北京人在纽约 所以我也经常听 你也自己经常哼这首歌 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歌就是 千万次的问 您能唱吗 我不太熟 不太熟 确实是就是说 对于我们 哎呀 但这个大陆剧我们也看过 看过 对 就千万次的问 对 所以 我们开心一点吧 唱个歌 你看唱个什么歌 就千万次的问 我们把这个歌我说一下 好 我们就来唱一首 北京人在纽约 也就是我们家乡人 一开始在纽约这边怎么样打听 怎么样生活 怎么样创业 怎么样完成自己的梦想的一部电影 千万次的问 我跟小林一起来唱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一起来共勉 一起来感恩 熟悉吗 熟悉吗 熟悉 我是歌词有助记得不太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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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嗯 嗯 天门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也并不在意 我不想是在你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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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